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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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事就跟我来吧 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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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不会有事的 朱老爷已经到田大叔的店里 去找他了 说不定他年小贪玩 忘记了时间回来 七哥 依我看 新燕不是那种贪玩的孩子 他会不会让青狗给抓走了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了 出事啊 兄弟发生什么事 我按赵道主的吩咐 到老天开的包子店找新燕 一进门 就看见一家人全被杀死了 只有剩下这个丫头 我就把她带过来了 小月不要紧 她只是今下过渡 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会不会是青狗干的 一定不会 他们没有必要 对手无寸铁的人下这种毒手 那有没有见到新燕 没找着啊 大将军 看样子一定是高手所 李大人 这里交给你了 是 这一家人挺冷静的 杀人的刀法很快 天下间有如此快刀的 你们不会有多少 查出凶手是谁 应该不难 凶残 真是太凶残了 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凶手 大写她八块 那样子 应该是新燕救了小月 新燕 新燕 新燕有这么好的武功吗 新燕的武功比不上这个凶手 但是她的轻功不差 可以把凶手给引开 让小月头祸大难 如果凶手 真有如此高超的轻功 那新燕她 半哥 请你帮个忙 少舵主 都到这个份上 你还客气什么 警官问负 你让少舵主把话说完吗 麻烦你 传令下去 吩咐弟兄们 到附近仔细找找 务必要找到新燕 是 你别动 你的伤还没好 姑娘 是你救了我吗 对啊 我想起来拜谢姑娘 你伤得很重 最好不要动 要谢也等你伤势好转 再谢也不迟啊 来 先喝一碗药 这里是我们的地方 我们从回部来的 我跟少爷 本来也要住在回江附近的 你叫什么名字 新燕 你怎么会受伤的 遇上什么人了 我不知道 他们两个好凶残 小月妹妹的爷爷和婆婆 都被他们杀死了 他们连小月妹妹 都不肯放过 我是故意让他们追我 希望小月妹妹 可以逃过大难 你好勇敢 我差点连自己的小命 都保不住了 不过少爷说过 男子汉 大丈夫 要见于勇为 去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讲得一点也不错 不过你遇上的 还是绝顶高手呢 小英雄 你有没有胆量 把这碗药喝下去啊 嗯 你知道ina妇 以员 跟她想要 那底下 行 明星 下颂 连小方面 我 ider 这到底是什么武器 入武三分 功力深厚 凶残之极 看来应该是关东六魔所为 少道主 你还在担心心愿呢 极哥 你刚才所说的 关东六魔是什么人呢 关东六魔 就是关外的六大魔头 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可怕的杀人力量 嗜血熔命 为了取敌人的性命 他们可以 连自己的生命 都不过 凶残之极 不能以常人理解 所以江湖上的人 视他们为网媚魔鬼 怪不得小月说 来的两人 就是因为田大叔 不卖包子给他们 就大开杀戒 对了 少道主 有什么发现吗 从打斗来看 竟也应该是逃走了 心愿虽然武功不高 但是轻功还不弱 想抓到他 还没那么容易 他小小年纪 却有这样的武功 确实叫人佩服啊 少道主 你看 下面有痕迹 我们下去看看 嗯 心愿受了重伤 放心吧 心愿应该被人救走了 嗯 这里虽然有血迹 却没有打斗痕迹 一定是被救了 不过 他没马上回来 一定受了重伤 心愿绝点聪明 我想一定可以渡过南关 平安回到少道主身边的 心愿虽没有江湖乐理 但我对他有信心 七哥 怎么了 啊 没事 不过我听人说啊 从仆人的身上呢 或多或少 可以看出主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吗 嗯 心愿不但绝顶聪明 还可以牺牲性命救小月 无惧无畏 大战关东六伯 在下对少道主 又加了一分佩服 七哥过奖了 这要苦吗 苦啊 苦的不能再苦了 我看你喝得那么快 还以为不苦呢 我少爷说过 男子汉哪 要吃得苦 泰山崩渝之前呢 不变不色 还要喝 不是泰山崩渝之前 不变不色的吗 跟你开玩笑的 你一口气 喝了这么大一碗药 已经很厉害了 哦 对了 你的这只手呢 我会帮你治的 不过你要忍耐一下 少爷说病相请注意 好 来 少爷说过 不知苦中苦 难为人上人 笑笑痛苦 算是锻炼 我脸 是是是少爷说 我 欣燕啊 听你这么讲 你对你家少爷 非常崇拜啊 我家少爷啊 他什么都知道的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而且啊 他还教了我很多 做人的道理呢 是吗 那我想听听 他都教你什么道理了 少爷说 天行剑 呃 少爷说 君子要自强不息 刚见自强 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呢 君子要刚见自强 自强不息 就像天上的 日月星辰一样 日日夜周转 昼夜不息 这样比喻 确实有意思 还有啊 少爷说 书山有路情为敬 学海无雅苦作舟 就是说呢 学无止境 必须要勤力用功 不怕苦 不怕累 这样呢 才能把书读好 少爷还教我 只要你用功啊 铁棒都能磨成针呢 嗯 少爷还教给我 大道为人 尽勇为的道理 原来你这个小英雄啊 是这么教出来的 难怪连大魔头 都不怕呢 当然不怕了 少爷还说 不管你走到哪里 都不用害怕 因为呢 天上的星星 会为你引路 大漠草原呢 我给你 啊 你少爷一定没教你 出气不易 攻气不备了 怎么 很疼啊 少爷说 那儿有泪不清台 我才不会哭呢 你年纪小小 已经很勇敢了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 你少爷了 嗯 无论走到哪里 都不用怕 因为有天上的 星星引路 有大漠草原上的歌声 星夜 你少爷 是不是这样讲的 人力在天地之间呢 用心神领悟自然 任意随心 就可以体会其中 豁然自在 所以呢 什么都不用怕 你少爷是个潇洒的人 你们终于来了 你们两个杀害 无辜百姓挑起事端 同时打草惊蛇 你们知道吗 不过是两个闲人贱命 顺我们者生 逆我们者死 是他们自逃死路 将军 咱们兄弟两个 能为将军办好该办的事情 不就行了 既然是两个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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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将军就不再追究了 本将军就不再追究了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交托给你们 年士学长随时效命 随时效命 随时效命 明天 明天 愿意